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言写过很多历史评论 这些内容后来汇集成书 书名《山堂隋钞》 所谓山堂应该是指陈将在金雷山边的宅子 后来陈将的同乡学者陶望龄 把这部书重新编辑了一遍 改名金雷子 这部书里陈将是这样剖析的 田记只要怀着诚心 在头上抹上泥土 换身囚徒的衣服 投案自首 积极配合齐国的执法部门 把全家百十口人的死活 全部交由朝廷定夺 那么真相不难大白 倒霉的只会是邹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邹记耍的阴招实在太低级了 有被人情势力 但邹记不傻 之所以敢耍低级招数 就是因为堵定了齐维王 不可能查清真相 而田记这边 之所以没敢降低姿态 等待朝廷发落 也是因为不相信齐维王 能查清真相 但齐维王不是一旦明君吗 当年明察秋毫 重赏了人人指责的吉莫大夫 烹杀了人人称道的阿大夫 怎么现在就变得老眼昏花 是非不分了呢 陈将很会联系史料 马上就提到 纯于昆刁难邹记的事情 前面讲过 当初邹记靠林阿丽齿出其制胜 受到齐维王重用 因此刺激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大家穿夺当时齐国的第一名嘴 纯于昆带队 要去羞辱邹记 纯于昆用银语连番刁难邹记 邹记呢 反应敏捷 随手化解 陈将揪出了纯于昆 抛出了一句银语 用方形的笋头 插进圆孔里 这办得到吗 邹记回答的是 我愿意遵照您的指教 小心侍奉郭军身边的人 陈将评论说 看嘛 邹记一定用了这一手 把齐维王身边的人都摆平了 于是邹记变成了新版的阿大夫 不但没被烹上 反而顺风顺水 连记呢 变成了新版的吉姆阿大夫 而他的贡献 齐维王却看不到了 也就是说 一切要素都没有变 唯独齐维王变了 如果你还记得 纯于昆和邹记交锋的内容 马上就会提出质疑 不对啊 邹记可不是那么回答的 没错 当时我用到的是新序的版本 然后说到 史记也记载过这一段 口舌争风 但细节上的不同 造成了基调上的差异 在各种差异里边 虽然 纯于昆上述的那句言语 在两部书里的记载 大同小异 但邹记的回答 新序的记载是 我愿意遵照您的指教 截身自豪 不敢结党隐私 而史记的记载是 我愿意遵照您的指教 小心侍奉郭军身边的人 意思蛮宁 很难说谁的记载 更加贴合历史原貌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心绪要做政治书 必须严守政治正确 史记呢 要做历史书 思想包袱没有心绪那么重 读者愿意相信哪个版本 只能各凭喜好 金雷子虽然是一部 以见解迂腐而著称的书 但在田记问题上 迂腐的地方 仅仅在于把邹记 和淳于坤的那段对话 和田记问题 关联的太声音了 而除此之外 陈将的深刻性在于 确实揭示了 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很能理解田记 当时的束手无策 今天我们读各种文学作品 尤其是推理小说 很容易陷进一个误区 那就是 坏蛋在陷害别人的时候 诡计啊 总要设计的天衣无缝 让被害者白口莫辩 然后高明的侦探出场 从某个极其不易察觉的 细节入手 一步步揭穿了 整个弥天大谎 然而现实中的轨迹 忙忙更像邹记的安排 稍有头脑的人 都能够轻易看穿 就算一时看不穿 至少也不会倾信 但是 只要这个轨迹 涉及的利益够大 就不难让当事人 做出错误的判断 而各种情绪偏见猜忌 也往往不出痕迹的 添油加粗 煽风点火 把一解的问题变得难解 把细小的乱局变得无法收拾 换句话说 邹记并不需要搞出什么缜密布局 而只要拨下一颗怀疑的种子 齐威王自己就会把这颗种子 迅速培养成一株 参天大树 天际到底该怎么做呢 陈将最初的提案 不但是齐威王会喜欢的 也是历代君王都会喜欢的 天际 一来应该相信 深正不怕影子嫌 二来呢 应该相信上级领导和公权力 一定会主持公道 三来应该相信 直理包不住火 真相总会水落石出 但如果要等到自己被杀之后 公道才还给自己 真相才水落石出 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吗 这样一分析 我们觉得难题全在田际这边 但其实齐威王也不好吧 如果田际真的解除武装 主动的请求审理 齐威王真的能审吗 如果审出了真相 难道就真能公事公办 把邹记这位国家总理 按律治罪吗 这样做的结果 只会是两头不讨好 一方面 邹记主持朝政多年 这种岗位可不方便 轻易换人 一方面 就算还了田际清白 田际呢 也会对齐威王离心离德 因为田际正常的思考逻辑 应该是这样的 难道非要等证据确凿 你才会相信我吗 难道你因为一个外星人 就来猜忌你的本家亲戚吗 我为齐国立下这么多的汗马功劳 尚且得不到你的信任 我今后应该何去何从呢 所以站在齐威王的角度 邹记给自己抛出来的 其实是一个经典的管理难题 而经典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不管心里相不相信田际都不能审 对问补人也不能审 而要马上把问补人借送到田际的军营 由田际自行处理 从中传达出来的信息是 我完全信任你 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我对你的信任 至于事后要不要做秘密调查 怎么都得等到事后再说 对邹记的态度是 邹记这个人嘛 心是好的 只是误信人言 来来来 必须发酒三杯 古代的管理智慧特别强调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这就导致用人形同赌博 赌对了 就是圣君有诗人之名 赌错了 就是奸臣误国 没办法 监管成本实在太高 又宜又用 显然也不可行 怎么才能给安全多一点保障呢 最常见的模式就是制衡 领导才不在意下属 谁对谁错呢 只要有矛盾就好 唐玄宗就很会这样做事 把告发安禄山谋反的人 直接送给安禄山了 唐玄宗长期都陷入了 齐威王的处境里面 唐玄宗本人相当于齐威王 安禄山和杨国忠 分别扮演田记和邹记的角色 只是唐玄宗啊 终于没能把平衡完好 自治通鉴不爱讲权谋术 所以关于田记和邹记的较量 删掉了原始材料当中 很关键的一句话 为人补者一验其词于王前 邹记不但抓了问补人 还传唤了算卦先生 在齐威王面前和问补人对质 这就意味着 齐威王审理了这个案子 而案子只要一审 无论审理结果是什么 给田记传达的信息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领导不信任我 我们可以把问题拓展一下 如果齐威王既想审理这个案子 又不想引起田记的猜疑 可以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